爸爸是出租车司机 为出道培训整整一年 今还未成年就身家上一王俊凯出生于1999年 家住重庆郊区 爸爸是一名出租车司机 妈妈开了一家理发店 属于在普通不过的家境 不过家中非常民主 爸爸妈妈都非常支持王俊凯的喜好 王俊凯从小喜欢跳舞唱歌 为了让儿子开心 也希望能发现他身上的闪光点 十岁的时候 爸爸就将他送去做TF家族的培训生了 培训的过程中吃了很多苦 每天不停的训练 整整一年的时间 许多同伴都坚持不下来 王俊凯硬生生挺了过来 一样迁徙和王源氏之后加入的 王俊凯和王源一起翻唱的 范伟齐的一个向夏天 一个向秋天 两个纯真俊美少年 引起了网友的广大关注和疯狂转发 此外 他还参与了演唱《我们曾在一起》 《时光机》等歌曲 王俊凯的跳舞功底没有那么好 因为年龄小紧张的缘故 参加选秀比赛 他总是发挥不好 为此少不了台下哭鼻子 不过他谦虚的态度 为他赢得了更多的掌声 在综艺节目向上吧 少年中他虚心向老师求教 学习态度良好 王俊凯的成名 让身后的妈妈也颇受关注 妈妈打扮时尚 皮肤白冷 根本就不像有这么大孩子的人 走在街上 不少人错 认为是姐姐 如今 王俊凯已经是国内炙手可热的明星 2016年 他被评为90后十大影响力人物 他随手则一条微博 就可以点击过亿 他的身价现在已暴涨过亿 最不得了的是 他还没有成年 他会一直被评价 帮助 给了一些